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,特区政府将构建沟通对话平台,共同为香港寻找出路。 对此,菲律宾侨领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乐见香港建立沟通对话平台。 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张昭和认为,香港特区政府搭建对话平台的建议很好,有利于社会各界回到原位,面对未来有事好好谈。 特区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好,你才可以真正的理解到,因为大家都把香港看成是一个很保冷,很进步的一个多时,但是其实呢,很多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也很辛苦,大家各自回到原位,有什么事呢,咱们来好好谈。 张昭和建议特区政府倾听年轻人的心声,建立让年轻人在香港本地就业生活的良好社会环境,建议特区政府借鉴内地精准扶贫方法,改善香港贫困人口生活。 建议教科书加大中国历史内容,让香港年轻人真正了解中国是怎样从鸡贫鸡肉走过来的,从而有国家归属感,有爱国情怀。 还有一个呢,我要强调的就是说,可能能够多加深一些我们的中和文化,你的历史,中国是怎样过来的,对吧,让年轻人能理解到,它才有准准,国家的归属感,有爱国的一种情感。 这些呢,我这个教科书里面,应该多,在香港这方案应该有价钱。 菲律宾香港商会会长洪建雄从小在香港长大,在香港读书,生活18年。 他说,香港是故乡,我们就是在菲律宾打拼的香港人,希望将来告老,回香港居住。 19岁才过来,整个董事的时候就是已经在香港,所以从那个时候来,当然对香港是所谓说,是一一不写的。 当然也希望有一天,就是说,能有机会就回到香港去,可能去告老啊,去居住啊,孩子有机会也可以到香港。 洪建雄认为,对话应该是长期的,不只是特需政府与民间对话,而因此全社会一起检讨香港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。 洪建雄希望通过对话为全香港人未来着想,如何建立制度让社会更公平,政府如何设计更好的平台,让更多机会呈现出来。 他认为,粤港澳大湾区的建成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。 当来如果他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,要做生意的时候,他才会明白到,他才知道原来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。 原来你中国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,你粤港澳大湾区,这么大的一个机会,他拉你香港进来,就像好处给你香港。 我这想法是不需要刻意,要为了这批,这批今天在这篇思维的这批人,去设想他们的将来。 你应该为全香港的人去设想,不是为这批而已。 对于香港目前的局势,洪建雄表示并不担忧,他相信香港永不言败地打拼精神,也相信香港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我不担忧,我不担忧,我很相信香港人的能力。 刚才我们说的狮子三下的精神,我相信香港人的能力。 你先打定了,你才知道什么是好,什么是坏。 像我们今天的中国,老一辈子为什么这么爱中国? 因为他们有付出,他们对国家先有付出啊,对吗? 那年轻的这一辈,他还没有付出,我相信只要他们付出了,他肯定会爱这个地方,爱这个国家,爱香港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不幸会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